庚子年的灾难 似乎真的比其他年份都多 今年 2020 也是庚子年 预言家提早警告世人 会发生新冠肺炎的疫情 甚至还提到了川普很有可能会感染 因此当川普发布消息 证实自己染上肺炎以后 有不少人就开始担心 88万加指的怪病 会不会就是新冠肺炎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马莲姐 今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年 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一年里 总会发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例如肺炎 饥荒 水灾等等 当灾难来临时 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寻求答案 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其中也包含了回顾过去 看看是否有人提出过相关的预言 而当人们急急应应查阅资料后 总会发现真的有人提早提出了警告 这些警告一直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人注意到 又或者是在科学主义上 人们拒绝相信预言的真实性 但这也不能怪他们 毕竟预言这种东西 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这就延伸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有预言的命中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那么是否值得我们去深思熟虑 以防止它再度发生呢? 又或者预言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改变未来的方法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终极预言 西元1900年正在被英国殖民的印度 金船几乎一整年不曾降下一滴雨 夏季温度更是达到了47度的高温 使得超过123万平方公里的农作物干枯 连带影响了6000多万人 没有食物可以吃 原本大家把希望放在降雨季节上 没想到好不容易挨到了降雨季 却仍是没有等到一滴雨水 根据统计 1900那年受到饥荒影响的死亡人数 很有可能超过了900万人 同一年在距离印度约3000公里远的地方 英、法、德、美、日、二、亿、澳等八个国家 以镇压义和团保护驻京使馆的名义 组成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隔年清朝政府战败 签下了极为不平等的薪酬条约 曾经的泱泱大国此时已不复存在 以上两件事情接连发生在1900年 而这一年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纪年法中的庚子年 继印度大饥荒后 1960年中国也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 当年因为政局动荡加上气候等的因素 也导致了超过千万人失去生命 不只是中国 同年5月22日 智利竟然也发生了人类观测史上最大的地震 根据记录当时的地震规模达到了9.5级 强烈的地震连带引发了25公尺高的海啸 席卷了智利、夏威夷、日本、菲律宾等 总共造成了5000多人不幸罹难 而1960这年刚好也是庚子年 反应快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发现 今年2020也是庚子年 那么到底什么是庚子年 而灾难为何总在这年发生呢 在古代古人都是以甘之纪年法来记录年、月、日、时的 而甘之是由十天甘及十二地支相互组合而成 总共有60种组合模式 每种组合模式对应一年 所以60年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 甘之纪年法的历史非常悠久 最久甚至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 原本这就只是一套普通的时间记录方法 直到近代有人开始发现这60年为一周期的纪年法中 每每遇到庚子年天下必乱 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事情 甚至是今年的总总灾难等 都可以证明庚子年的灾难 似乎真的比其他年份都多 尽管现在相信庚子年 需要特别注意安全的人越来越多了 但仍然有人不愿意相信所谓的庚子诅咒 直到几天前又一个震惊世人的消息发生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竟然在推特上 亲口证实自己与第一夫人确诊了新冠肺炎 消息一出再次震撼了全世界 正当大家还在错二时 有人发现在过去不但有预言家提早警告世人 会发生新冠肺炎的疫情 甚至还提到了川普很有可能会感染 而这个人可不是泛泛之辈 西元1923年保加利亚一个偏僻的小镇里 忽然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龙卷风 龙卷风过后 一名焦虑的父亲在一片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女儿 原来当龙卷风出现时 父亲正在镇上工作 没来得及赶回家中 当他好不容易回到家时 龙卷风早已散去 在众人合力帮忙下 父亲终于找到了女儿八八万家 但八八万家早已昏迷不醒 双眼还覆盖上了厚厚的淤泥 父亲二话不说抱起了女儿赶至医院 经过医院的抢救 女孩终于苏醒了过来 可是几天过后 女孩的双眼却因为细菌感染 再也无法看到世界 她的父亲非常的伤心 但八八万家却告诉父亲 不需要为此感到难过 因为她还是能看见世界 只是不是用她的双眼 当时父亲还以为 女儿是在安慰她 直到有一天 邻居家中的杨芝走丢了 一整天足不出户的八八万家 理应不会知道 邻居家中杨芝走丢的事情 可是她不但知道以外 甚至还告诉她的父亲 杨芝所在的位置 而最后大家真的在小女孩 指定的位置上找到了走失的养殖 自从那次以后 镇上只要有东西不见 都会来询问八八万家 虽然八八万家 偶尔也会有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但她成功找到东西的几率 仍是高达了七成 因此八八万家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 保加利亚也加入了轴行国的阵列 当时就有很多参战的家属 会跑过来询问八八万家 请她帮忙看看亲人是否安全 由于八八万家回答的准确度极高 最后甚至传到了当时保加利亚沙皇 鲍里斯三世的耳力 而鲍里斯三世更是亲自拜访了八八万家 不只保加利亚沙皇 二战后 苏维埃总理列昂尼德 伊里奇 布里兹涅夫 也曾多次向八八万家咨询问题 会有这么多的政要请来拜访 是因为此时的八八万家不只是具有寻找人的功力 他还有了预言未来的能力 例如他曾于1950年时精准预言苏联总书记史达林会于1953年逝世 三年后原本一直没有什么健康问题的史达林 忽然健康状况直转即下 于同年3月5号病逝了 八八万家曾向他的亲信说 他的预言能力是来自某种未知来源的无形存在 这个存在会通过梦境与他沟通 甚至能在梦里展示画面 就像他亲临现场般 1995年这天 他忽然把自己的家人叫到了跟前 平静的告诉家人自己将于明年8月11号离开人世 不过他并不害怕 因为死去的只是他的身体 他会以更高形式继续存在 这个跟金星女人及灵界科学家史维登堡的说法是一样的 也因为死亡不是结束 所以他告诉家人不必为他难过 果然隔年8月11日 八八万家结束了他在人间的任务与世藏丝 不过正如他所说 死亡不是终点 在他死后 人们发现他生前留下来的预言 竟然仍是不断命中时事 而且准确度还高达了85% 虽然八八万家生前已经很有名了 但他真正被近代人注意到 则是因为2000年的这起事件 2000年8月2日上午11点28分 挪威气象局侦测到了不明的震波 紧接着100秒后 地震仪侦测到了更大的不明震波 随后不久 俄罗斯政府发言人 便亲口向外界证实 库斯克号核子潜水艇不幸发生了爆炸 96小时后 船出潜水艇上118名舰员全数罹难 消息一出举国震惊 而就在此时 有人发现早在1979年 八八万家还在世的时候 就曾经预言过 在1999年或2000年的时候 库斯克号会沉没 除了2000年的库斯克号 八八万家还曾预言了 2001年的911事件 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 甚至精准命中美国第44任总统 会是一位黑人总统 更提到了在这位总统之后的 第45位总统会染上一种怪病 而导致佐尔失聪 而这第45位总统正是川普 因此当川普发布消息 证实自己染上肺炎以后 有不少人就开始担心 八八万家指的怪病 会不会就是新冠肺炎呢 而除了八八万家的预言以外 还有人发现 凡是在庚子年当选的美国总统 似乎都会于总统任内 失去生命无一例外 西元1840年 威廉·亨利·哈瑞森 击败了当时的美国总统 范布伦 并于隔年3月4日 就任成为美国第9任总统 可是没有想到 就在威廉·亨利·哈瑞森 接任总统大位后 4月4日 却传出他因为罹患感冒导致肺炎 最后引发多重器官衰竭 不幸身亡的消息 此时距离他就任美国总统之位 刚好过去了30天 因此威廉·亨利·哈瑞森 也成为了美国史上 在位时间最短的总统 1900年 曾参与美国内战的威廉·麦金利 正在积极争取连任美国总统 当时人气居高不下的威廉·麦金利 不负众望连任成功 但却在隔年遭遇到了刺客袭击 最后不幸身亡 60年后 1960年1月2日 年轻帅气有活力的甘乃迪 正式向外界宣布 自己将参选美国总统的竞选 并于同年11月8日胜出 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 隔年甘乃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上 再次呼吁全体人民 务必团结起来 共同对抗贫困疾病以及战争 他还曾在这场演说上 留下著名的话 当年这场就职演说 重新鼓舞了美国人民 大家都相信 在甘乃迪总统的带领下 美国一定会走向 更美好灿烂的未来 但大家万万也没有想到 1963年11月22日 还在总统任期的甘乃迪 竟然会在公开活动中遇刺身亡 然后人们再次发现 甘乃迪总统与前面提到的威廉亨利哈瑞森 及威廉麦金利等三位总统 分别是在1840年 1900年及1960年参选美国总统的 而这几年刚好都是根子年 自1789年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就任以来 一共也就只经历了三次根子年总统选举 而这三次根子年选出来的总统 全都在任职期间内不幸身亡 这样的巧合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也有人认为 预言这种事情虽然是见仁见智 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总而言之 在这个不安的一年里 我们凡事还是小心为上